大家好,在上一集煮了个酵菜煮粉丝, 今天用相同的食材煮一个汤,只改了一样东西, 简单的变化,用不同的煮法,两款都很好吃。 我们首先来浸泡这三只冬菇,清洗干净后用水浸泡, 浸泡后需要榨干水份,剪掉冬菇丁, 然后剪开喜欢的大小,要保留冬菇水,我也是用罐装的榨菜, 这里有一杯,榨菜有红色粉末, 我们需要用水冲洗一下,然后拿干水份, 这里还有一磅番茄,把它切开你喜欢的大小, 番茄酵菜汤,记不记得这个酵菜呀? 在上一集煮酵菜煮粉丝剩下的呢? 特意留下它,因为酵菜芯特别甜,清洗后把它切开, 要分开,要分开粘和叶, 这里做一些姜,一阵粉丝在煮之前才冲一冲水,不需要浸泡, 还要准备一些热水,用锅都可以的,我们现在加些油, 烧热了锅之后,我们用中火,爆一爆香片先, 接着再加炸菜丝,炒30秒,就可以加冬菇,再炒30秒, 这样就可以了,现在就可以加热水,和冬菇水,总共两厘半, 就可以盖上盖,用大火把汤煮滚,煮滚了之后,煮滚了之后, 到中小火,再煮30分钟,很快已经煮了30分钟了, 蕃茄冬菇和炸菜已经煮出了, 现在就可以加一些菜款下去了,菜叶待会再加, 大火把汤煮滚了之后,我们再转到中小火, 将草菜款煮5分钟,接着就可以加草菜叶和粉丝, 粉丝不需要浸泡,在煮之前冲一冲水就可以了, 剪一刀,让它不太长,将食材搅拌一下, 接着就可以盖上盖,用大火把汤煮起, 煮起后不需要煮那么久, 今次2分钟就够,用中小火煮多2分钟, 现在煮好了,我们看看煮得如何, 汤的颜色也挺浓郁的,试一试味吧, 可以加少许盐和胡椒粉调味, 那你们上个星期有没有煮草菜煮粉丝? 在今个星期可以煮一个汤, 看看哪一款喜欢多一点, 好,我趁热喝汤,下一集再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